好,豆腐,現在我來買點食物給我媽吃 這個是,因為它符合裡面的規定才帶得進去 對,對,這邊都可以,這盤不行 這個不行,為什麼是雲嗎? 不是,因為它裡面有炒黑黑的豆豉 因為他們這個很嚴格,就是食物條件滿規定還可以帶進去 好啊,那我給我媽媽買一個,紅燒肉好了 喔,蛋好,蛋 媽媽的話,要不要吃這個,滷肉 它想吃小魚乾啊,小魚乾 那就給它小魚乾 小魚乾可以帶進去嗎? 如果有加豆豉,再拿葡萄 拿葡萄,對葡萄很大顆,對 唉,每次這樣子都感覺到很QQ 有點,so sad QQ啊,帥 多沒感受啊 對啊 對啊,媽媽會開心的 很久沒來看,因為都在忙 所以,每次在看我媽的時候都會那個 百感交集 就是,他們都會有些店家問我說 啊,你在看你朋友 但我說不是,我是在看我媽 然後他們都會瞬間 哼,就覺得 先買菜吧 好,那多少錢 650 好,QQ啊,我媽媽 我媽媽 我媽媽,650 我算什麼 278 可以啊 我媽媽,這點小錢 算什麼呢 今天,今天,今天的開場比較沒有開心的感覺 心中比較複雜一點 要來看我媽,這個 土城看守所 其實也沒有 沒有人想拍這個 但就是 稍微帶大家這個 了解一下這個 整個這個狀況 唉,心情比較這個 不知道怎麼說啊 因為,還是會 很煩惱啊 平常 就比較不會講這些事啊 除非是 記者啊 會問啊 才會 才會說啊 這樣子 反正就來到這個地方啊 今天要 看我的母親 正面一點 我還是很樂觀的態度 所以 今天就是帶大家來看看我的這個 怎麼講呢 探親囉 就是 因為過年的時候 他們也沒有開放 所以過年的時候沒來看 所以我現在 趕快抓緊我的空檔時間 來補過年 看我媽這個 團圓時間 所以 隨我去吧 Let's go Let's go 看完了 因為它裡面是不能拍攝的 所以 這樣完全大家也 沒看到什麼 什麼東東 唉,煩的 每次來這邊的時候就會 心情特 特別 不知道怎麼說啊 就是 看媽媽越來越這個憔悴了 然後 聽那個社工說 媽媽有點這個 就是 有點妄想症 就覺得很煩啊 他可能中了那個 無限閱讀 煩耶,討厭 我們是 面對這種主題的時候 我都會 因為會比較難過一點 雖然媽媽這樣 還是我還是很愛他 就是因為 真的是很討厭啊 看到他這樣子 哇,臉上都白斑啊 這樣子 其實他那個社工打來的時候 他說 有一段話我那時候很揪心 他打來就說 欸,小燕是這個 孫沙蒂的兒子嗎 這樣 我說我是 他說欸,你媽 這個出了點狀況 整個心揪了一下 我以為是身體 什麼 他話說精神出了點狀況 我就 覺得啊 雖然也是不好啊 但至少 心裡沒那麼揪啊 我就 整個嚇到了 所以一些小時候常常 常常羨慕別人的家庭 哇,怎麼樣 都很好啊,怎麼樣 都 像姚瑄的家庭啊 但 沒辦法選擇自己 出生的背景 沒辦法選擇自己 出生的一個狀態 所以 還是要持續樂觀 持續努力啊 持續的 拼命下去 會哭了嗎 不會啊 是不到哭啊 就是 有啊 剛進去看 蠻心酸的 聽事過那種 不知道啊 我覺得 這部片就是 變成一個 比較 感性的VLOG 就變成 他這個就是 跟電影是一模一樣 就是一個玻璃 你拿電話這樣 可是玻璃這樣子 講話 講了什麼呢 講了就是 就是我給他五千塊 裡面可以給零用金 我說人家裡面 已經是大富婆囉 要省點花喔 還講了 我說 哇,我買那個菜六百五耶 你看 紅燒囉 酸菜肥腸 大腸 葡萄 你感性加到六百五 還有蛋 還有蛋 沒有蛋,只有三道而已吧 還有蛋 有蛋 四道 那也不會六百五啊 你高家莊也吃不到六百五啊 就是 喔,反而今天最care的是 沒有啦 然後他說 哇,你來了 你兒子是明星耶 整個工廠都在歡呼 我說怎麼可能 就是 他又在無限閱讀了 我說怎麼可能 你們裡面又不是說 想看什麼電視 還是你要看什麼Youtube 就直接搜 不可能嘛 可是他外在越來越憔悴 他整個臉 因為 人類年紀一到就會起白斑嘛 他整個臉都是白斑那樣 所以就會 大概就會這樣子 嘿嘿嘿 那媽媽有跟你說一些什麼 他 他 沒說啊 他只說 可不可以再給我五千 那什麼 那什麼 我的媽不可以這樣子 要這個 省事前用 對 要知足 不可以這樣子 對啊 反正就是 講到內容大概就是這樣子 他沒有講一點感性的嗎 欸 沒有耶 這次沒有 他 他還是說這個 大家誤會他這樣子 但我就說了 那 怎麼會誤會那麼久呢就是 就像社工說 他有個 進入自己的世界狀態 唉 嘿嘿 講這些都會 有點QQ啊 就是 還是 笑不笑講這些啊 因為 當藝人當工作人物 還是會 想要把這個耍寶一面 呈現給大家 耶 好啊 好啦今天就是這樣子 等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的這個 另外一面囉 嘿嘿 讚啦 感性面 感性面 很少這樣子啦 還是不太 不太會講這些啊 好啊好啊 喜歡影片訂閱大家分享啊 好啊 點小鈴鐺然後幹嘛 好講完了 拜拜下次見 沒事我還是一樣這個 全心全力奮戰的我 樂觀正面 沒錯 正面力量 好啊 所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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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